七卢网8月13日迅禁日,真实三文鱼团体标准正式发布的消息,在网上也发了热烈的讨论。 去今海日报报道,该标准基于科学分类和命名方式,明确规定三文鱼的定义。 标准规定,三文鱼是贵客鱼类的统筹,包括大西洋规、红尊、宁规、王规、红规、修规、本规德。 这份标准最引人注目的地方,就是把三文鱼当作各个鱼类的统筹。 按照这个标准,前段时间备受争议的淡税三文鱼,红尊鱼就名正言顺的成了真正的三文鱼。 在针对这条消息的评论中,不少网友还是表达了质疑。 对许多人来说,说起三文鱼首先想到还是来自挪威、日本、新西兰、加拿大等的三文鱼。 杨氏财经的报道传出后,一些大力和网友围绕三文鱼的身份问题展开了讨论。 认为,龙娘狭养之场中的是红尊,并非三文鱼,而红尊鱼体内含有寄生虫,并不适合生吃。 这份最新的生世三文鱼团体标准把红尊鱼称为三文鱼,与大众的一般认知不服,难怪会引起争议。 红尊鱼属于三文鱼,新浪微博认正位知名评论者、杂文作家的乔志峰,发表头条文章。 红尊归入三文鱼,指录为马现代版,文章指出, 标准是由中国水产流通瑜伽工协会,汇通三文鱼文会成员单位,青海明泽楼阳侠生态水基有限公司,上海核与冷冻食品有限公司等13家单位共同起草的。 乔志峰对这些利益相关方的起草标准的时所遵循的原则表示巨疑,并担心消费者的利益无法得到保障。 他认为,红尊蹭了三文鱼的IP,两者并不是一个东西,三文鱼它比较有名,在市场上的价格也比红尊要贵得多。 你说我们这个鱼,也可以生吃也非常好,那么为什么我们不说是红尊生育片让大家去吃? 为什么一定要叫三文鱼? 实际上在不同国家的消费市场三文鱼涵盖不同的种类,挪威三文鱼主要为大西洋龟,芬兰三文鱼主要是养殖的大龟格红肉红尊,美国的三文鱼主要是阿拉斯叫龟鱼, 崔河告诉中国之声记者,作为行业协会,不可能产生商业欺诈行为。 他认为,现在的红尊鱼只是借了点大西洋龟的光,可能若干年后,就是大西洋龟借红尊鱼的光了。 因为红尊鱼再过几年价格肯定和国外一样,老百姓就意识到了,肉质美,颜色鲜艳,各种指标都比大西洋龟高多了。 这份团体标准中,除了对三文鱼的定义和寄生虫做出了规定以外,对产品标签也做出明确要求。 预包装产品的标签、营养标签,都应符合相关国家标准的要求,并标注原料鱼产地以几种名,要消费者清楚原料鱼来自哪里,并知晓产品的商品名几种名。 也就是说,按照这个团体标准上市销售的产品标签上,应写明三文鱼大西洋龟,或者是三文鱼红尊等等。 但水三文鱼到底能不能生吃?红尊鱼究竟是不是三文鱼表面稍是民奔之争? 但正论的背后消费者关注的还是生吃但水鱼的安全问题。 据中国之声报道,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黑龙江水产研究所王炳前告诉记者,三文鱼有没有寄生虫不取决于在海水还是在淡水生长,而是看其生长过程,是否安全可控。 王炳前认为,无论是海水的还是淡水的都可以生吃,前提是养殖过程中,没有病原体感染的机会或者没有病原体,并且在吃之前有个冷冻的过程,冷冻环节会把表层的寄生虫直接杀掉。 我们吃鱼肉,不吃鱼皮,现在我们养殖的红尊也好,还是其他归类鱼也好,它都是人工配合的,人工配合中都经过高压面人的处理过程,所以在饮食环节里一般不会出现所谓的寄生虫。 据澎湃新闻,上海海洋大学教授陈顺胜说,所有海水鱼和淡水鱼,都有寄生虫的可能,生吃三文鱼时也要防止寄生虫。 但海水鱼的寄生虫种类上,海水的渗透压高,到人类体内往往因环境不合适,不会长成成虫,但水鱼的寄生虫与人体的生长环境接近。 他认为,生吃红尊的风险比海水三文鱼大的多,团体标准并不可靠,海水更权威的国家标准。 需要注意的是,这份生吃三文鱼标准是一种团体标准,既不是必须强制执行的国家标准,也不是受任何程度,较高的生物学分类学术标准。 按照2018年1月开始实施那新办标准化办法,团体标准是由社会团体协调相关市场主体共同制定的,由本团体成员约定采用,或者供社会资源采用。 也就是说,对于普通消费者,如果你不买这份生吃三文鱼团体标准的账,坚决不肯把红尊鱼叫做三文鱼,那是一点问题也没有的。 如果消费者不买账,企业也好,行业协会也好,就无法长期坚持不符合大众认知的命名。 而根据相关新闻报道,生吃三文鱼团体标准参照国家标准,对寄生虫进行了严格规定,并且明确要求在产品标签上标注原料鱼差地以及种名。 所以,一旦谁产企业真的全面执行这个标准,消费者在购买三文鱼之时,就要仔细查看标签,了解原料鱼来自哪里,到底是海产的大西洋龟,还是带谁养殖的红尊鱼。 问题是,会不会有部分谁产养殖企业,对于符合自己利益的标准严格执行,而对于约束自己的标准却大折扣,比如,红尊鱼也叫三文鱼了,但是在寄生虫和产品标签方面却不严格执行。 到时候,蒙在屋里的消费者好不容易,记住了大西洋龟,这个略为傲口的生物学名词,却仍然无法从产品标签上分得清楚,更没有人能保证他们买到的三文鱼,会不会有感染几生虫病的危险。 所以,有了推荐执行的团体标准,还应该有强制执行的国家标准,对于三文鱼的命名,可以交给市场去选择,相信一种商品的命名。 消费者群体用叫投票还是能起作用的,但对于影响到消费者健康权和知情权的寄生虫建出率和产品标签,消费者个人没有足够的鉴别能力和约束能力。 因此,光靠企业和行业自律是不够的,需要由市场监管和食品监管部门来强力监督,对于违规企业依法给予严厉处罚。 闪电新闻、零号来源、中国青年报、新华社、青海日报等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